那今天第二个一题谈谈刘亚洲 刘亚洲我们记得在一个多月前 我们谈到这个事情 香港媒体报道 刘亚洲前解放军的空军上将 可能会扮实谎 那到底我们想谈一谈 到刘亚洲有多少余毒 因为现在官媒提到了 要清除所谓刘亚洲的余毒 清除刘亚洲的思想 不晓得习近平会怎么看待 那个于文你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 分析一下你的观察 这个刘亚洲的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这段时间 陆陆叔叔的爆出来一次 我倒是之前我没有特别关注到 这个刘亚洲的一些言写 我当然知道他是一个自由派 而且这个根据他的弟弟的说话 刘亚洲才这个毛底 他还提到过我了 当年我说这个中国要放弃 放弃这个这个朝鲜的时候 这个刘亚洲说这个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讲 只有战亚文说的这个话 那么就是这个我看了 就是他这个这个又最近网上这个 这个流行的左派对刘亚洲的一个批判 现在是两篇文章 我我看了另外第一篇 那个就是说两面 这个这个刘亚洲 刘亚洲是要为谁顺帐 那里面他披露了刘亚洲的一些 就是过往的一些言行 那我看了 那从这个文章里面摘露出的 刘亚洲的过往的言行来看 确确实实是 刘亚洲这个右派的这种言论 我觉得比我们很多公知 那个公开说出来的话 都走得更远 都走得更远 就是说刘亚洲如果从 就有从自由派的那个标准来看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这个十足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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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我们讲公知一个自由派 一个自由派 所以讲那这里面就可以 就可以就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会就是会面临着 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的问题 结果的问题 虽然我们讲习近平上到以后了 刘亚洲马上就转上了 就比如讲他曾经这个领导人 知道了什么什么较量无声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较量无声 那个纪录片等等 还就是给上习近平表忠 说我要站在你这边 在这一旁 但是根据一些另外 其他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 我看到赵延 那个推特他里面讲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是真的假的 他讲比如讲 这个刘亚洲参与了一些什么 这个所谓的至少是金钱方面 可能确实是有问题 说什么的控制 说他被推特里面讲什么 什么澳门什么澳门赌场 这个最大的赌场是被刘亚洲什么控制的 等等 这里这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这个金钱问题 就是教研的那个推特里面的推文的讲 讲的讲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是一个事实 你相信吗 我我我我我我没法判断 这个这个这个都是没法判断 因为因为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这样这种更多的这个数据披露出来之前了 因为我们我们也我们也知道这个既然是刘亚洲 比喻为是比喻为是这个倒席派 比喻为是这个自由外攻击 而赵延也是倒席的 而你来说从从接种所谓的这个同道立场的出发 就应该不会讲这个东西的 但是他他讲出来了 从而言之他可能也有一点消失 有的有的有有点消失 反正他也不可能是凭空的杜撰的这个东西 至少是他可能还是听别的这么假的 但是我无法判断这个是否是实施 我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没有半点这个 我没有半点进去 我就是说我无法我几乃是说把这个是存疑 把这个因为但是如果比如讲习近平真的是要办 刘亚洲的他一定不会是从 这个不会从舒爽这个角度 而是从这个贪腐这个角度办他 因为因为这个对这种所高官的话 他也现在中共也知道 他从来不说是这个路线问题 他现在不用路线 虽然虽然他真实的原因可能就是路线问题 而不是贪腐的问题 但是他公开的比如讲这个法院要判刑的话 你不可能拿路线问题拿思想问题来判刑 这个没法刑法里面没有这样的规定 你不可能就是拿一个寻衅自信罪 寻衅自信的一般是用于平淘本性 用于这个所谓的那种中共眼中的反对派 而是上楼亚洲这种高官 他不可能就是寻衅自信用这个罪名 所以说干不可能用思想罪 印度几年是用这种所谓的这个贪腐罪的名义去判他 那你贪腐的名义判的话 你当然是要找一些失垂的证据了 你找不出失垂的证据的话 你就没法判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不能讲刘亚洲的经济上没有问题 当然我也不来讲 他在经济上一定有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几年是在法院判了之后 我们才知道 但是刘亚洲的这个思想问题 一定就是说被让习近平非常非常的 就是对他非常是不客气的 对他不客气 但是更大的可能 我认为刘亚洲可能就是 有可能就是说 他就是在表面上对习近平抒情之后 表面上就是在服习近平之后 可能做了一些让习近平看了不少的一些动作 保证的话 我就冲进来把你谅到一边而已 我知道你这个人不可靠 我也就不重用你 而且就说刘亚洲也已经退了 我不重用你 你就平安退下就行了 我也就不 况且刘亚洲还有一个所谓的 李先生女婿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保护 那一定是 就是说习近平觉得他在背后 做了一些让习近平感觉到非常不爽 不高兴的事情 不高兴的事情 说我非得要办理你一下 从参护这方面 可能早也讲不了他的一些参护的一些进去 那么最好有这个事情 那就在他们方面把它办下去了 当然毛泽尼上也还是有一个杀鸡镜好看的 看的这样一个效应在里面 就是刘亚洲这样一个人物我都可以办理 那其他的军中的反军中的反责啊 那个党类的反责啊 那个有这个有二心的人啊 那么你们就看着办 他也有这个所谓的 已经效尤的这样一个 达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大概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待 这样一个事件 当然现在从舆论方面来看 首先要清除 因为他的属于自由派的这样一个思想嘛 所以讲的就要清除他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舆论 现在从官方啊 能够做到的 首先第一步是这样 盛民怎么看呢 盛民那个到底刘亚洲什么样的事情 让习近平不高兴 是军队国家化吗 还是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都不是 就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呢 谁都不知道都在那猜 那个一文刚讲那篇文章呢 其实很快就疯掉了 就是那是一个左派在那个红色网站上面 就两面人 红色文化网 两面人 两面人 红色文化网站 立举了他的很多就是右派的言论 实际上柳亚洲呢 这个人他还有很多很左的言论 他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主义者 至于说赵岩讲的那些东西呢 我就觉得根本连引用都不该引用 就是那如果赵岩都可以引用的话 那其他的什么谢文君啊这些都可以了 就刘亚洲这个人他以前他确实很幼 他被称为是美国将军 可以说是国内军方里面最右的一个人 他曾经给我一个朋友呢 叫赵吾眠的写过一个序 赵吾眠的被称为是海外的就是四大汉奸吧 但那是开玩笑的说法 他那本书呢是 美亚洲写了个序 最后在花城出版社呢 给他印了一万册 在最后出版的时候 他自己决定了他停了 因为那个时候 习的那个倾向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他在习上来之后呢 他做了三件事 这三件事你可以看出 他并不是一个很幼的人 第一件事呢就是在19 就是2013年 就习上来那一年的7月1号 解放军报署名的文章 那个文章就是讲党性 就是神性 这两个字抛出来 是石破天惊 共产主义呢就是宇宙真理 这个话一点不用 对吧 然后就在那一年呢 他又把那个习近平最喜欢的一本书 就叫量叫那个 《火烂辉煌》 这是国防大学下面一个将军 叫金一兰写的 习曾经五次向高级干部推荐 他把这个书呢 拍成了12级的军交篇 在部队里面 让军官干部必须要看 那又是向习的一个书贞动作 第三件事呢就是 14年的12月份 他又在国防大学主持拍了呢 两级的 也是军类一个 纪录片叫《较量无声》 然后就 讲美国怎么和平演变中国 怎么中央情报局 NED 资助中国的普通政策原则等等等等 所以他其实他并不 至少在习上了以后 他并没有诱的举动 至于说呢 他又贪污了很多钱 又有了政治动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 我只相信其中之一 就最后看到判是怎么说 就如果他真的是很贪钱的话 我相信他在政治上 就不会有大的报复和作为 反过来也是一样 如果他真的有 政治上有报复的话呢 他不会在钱上面 出太大的错 国家兄弟什么看法呢 针对刘亚洲这个事情 刘亚洲这个事情 目前呢 没有任何可靠的消息来源 确定他 被所判死缓 现在所有的消息呢 都是香港的媒体 他们引述 这个左派的网站 或者是说不确定的消息人士的说法 所以李宗宗这个事情 是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没办法得到官方的证实 那官方没有证实这个事情 可能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时机未到 也就是说这个办案的程序 还没到公开 他的这个罪状的时候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实在没有强而有力的根据来治罪 因为现在说他 是讲他利用各种什么协会 基金会来收取 巨额的现金 包括有一个江西的这个富豪 也捐了好几千万 那么这个事情呢 应该是不可能 但是目前还没公布实际的证据 我们不敢确定是否真实 那么除了这个所谓贪腐之外 另外有两种 所以他被整治的说法 一个是他经常的妄议中央对习近平发表 诸多这个不友善 或者是不利的言论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他反对习近平第三次连政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 去年 去年就是19大以前的事情 20大以前的事情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都得不到证实了 但是呢 就是说中共办这个很多政要 或者是派系斗争 经常是用贪腐的理由 那么刘亚洲当然是 被用贪腐的理由来惩治 那么这是符合中共的一贯的说法 但是一般的官员呢 就是说他 就是有些不当的作为 受到批判 刘亚洲主要的是他思想言论 刘亚洲这个人呢 是著作等身的人 光是他自选集就九卷 还有其他的关于什么金门战争 还有各种战略方面的著作 所以他是这个思想非常的 这个广阔 非常的这个 著作很多的人 包括文学小说的写 那么我看过他的一些言论 基本上我觉得很难去归类 说他已经是什么右派 或自由派或左派 他应该是一个强国主义者 这强国主义者呢 他不是那种非常左的强国的方法 而是他是有戏观 有世界观 而且有开明自由的思想的人 所以他很多论述呢 是非常的深刻 而且跟中共中央 特别是习近平 担任总书记之后的走向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他跟中共中央是有矛盾的 特别是跟习近平的 思想路线 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或许 也有些行动是来巴结 惊杀 然后也获取被 获得被重用的机会 但是呢 他从来没有被习近平重视过 他2017年 也就是五年以前 他已经退役了 65岁退役之后 就没有做什么安排 一般像他这种上将等级的人 在65岁以后 都会搞一些闲差来干干 还有亮相的机会 还有表现的空间 那么还是这个党中央的一个 重要的 虽然不是核心 但是还是重要的一个分子 那么旅游州已经五年 没有这个正式的官职 没有任何职位 没有任何的安排 所以他已经被晾在一边了 被晾在一边之后 为什么现在又特别去 要陈处他 说他什么贪污什么的 要把他判凡死 那么这个各种的原因 应该不是贪污 如果贪污了 主要原因应该是 思想路线不同 或者是他妄议中央上面 这个做了过多过激的表现 而让习近平 这些政要呢 遇置他于这个监狱不可 所以应该是政治性的因素 而不是贪污性的因素 这个刘亚洲事件 等到判刑有一段比较明确之后呢 我们再来讨论 我们记得我们一个多月前讨论过刘亚洲 所以我们今天呢 各位也看了香港一些媒体的报道 所以我们刘亚洲这个案子 我想还有些扑术迷离 等到在真正判刑之后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刘亚洲 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谈完刘亚洲之后呢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